小视频实际上是情绪的产品 那么情绪是视频在社交媒体当中传播的核心动力 真正触发人们嗨点 其实并不是你采用了积极情绪或者是消极情绪 所以惊喜感是人与生俱来的最底层的生理情绪 现在衡量视频的标准 好视频的标准是越来越苛刻越来越多了 对于传统从业者 虽然是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但是今天你只要掌握了在视频社交领域的新玩法 爆款视频的方法论 我相信这对于新部局者是一个崭新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下午好 我是EcoTalks的讲者 祝佳 我做了16年的视频 从电视到电脑 还有到现在的手机 屏幕感觉是越做越小了 然后我也做纪录片 也做综艺 现在我做小视频 这视频的时间是越来越短了 我每天都会面试各式各样的红人 美女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用视频来孵化红人的视频影视公司 那今年呢 有一个软件 在7月份的时候呢 宣布它的越活越用户 已经突破了5亿 这款移动视频应用呢 这么大的用户规模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意味着呢 全世界只有6款应用达到过这样的体量 它是第7款 大家知道它是哪个移动应用吗 是抖音 它就是一个在移动手机端呈现的小视频软件 通过一个一个视频滑屏 通过了一种工具的方式 例如它有特效的软件 让美女可以瘦脸 它也提供了比如说背景音乐 合拍跟拍 很多很多的功能 降低了用户拍摄的门槛 那每一个人呢 现在呢都可以自己拍摄视频了 成为自己视频当中的主角 而且你还可以评论点赞别人的视频 这款软件拥有超强的社交功能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一首歌叫《学猫叫》 就在这款应用上面呢 提供了一个利用这首歌曲来创作视频的功能 那有多少人创作了《学猫叫》的歌呢 56万人产生了多少视频 达到了多少的观看量 因为它的魅力 它制造了很多的病毒营销 产生了很多刷遍全网的视频 那么现在呢 每个人都想获得这种 视频社交媒体的流量红利 那怎么做 个人 媒体 还有企业家 现在每个人都会在研究 我怎么样才能打造出一条爆款视频 让它刷遍全网呢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认为小视频实际上是情绪的产品 那么情绪呢 是视频在社交媒体当中传播的核心动力 这小伙子小帅哥小鲜肉呢 叫小龙 他是我们5月份开始孵化的一个视频达人 他的视频内容是什么呢 是变魔术 记住是两周 他拥有多少粉丝呢 100万粉丝 他说亲爱的朋友 现在呢 请拿起手中的计算器 跟着我呢 一起来做加减乘除 每个人跟着算 都会得到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 居然就是你的年龄 非常的神奇 我们叫这类魔术 叫心灵魔术 或者叫互动魔术 因为它非常高的准确度 给人带来惊喜感 所以小龙从5月份发布第一条视频 不到半年的时间 它在全网拥有了 1000万粉丝 一条视频 它的评论 是深度的交互 它的视频的评论数 达到了100万条 小龙是什么人 爆品视频的收割机 那我们再来看看 小龙到底做对了什么呢 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变化 爆款视频并不是冲着 用户的某种需求 去解决问题去的 比如说它变魔术 它也没有解决一些很大的需求 但是它带给了你某种感受 小龙的视频是带着强烈的情绪感受的 你会问了什么情绪啊 那我们不妨来为情绪分分类 大家会说高兴啊 喜悦啊 兴奋啊 感动啊 这些属于正能量的积极情绪 还有一种叫悲伤啊 落寞啊 恐惧啊 惊慌啊 这属于负能量的消极情绪 那是不是我把这情绪一分类 然后我来看看哪些情绪是对的 我就用在视频里面就能爆呢 不是 真正触发人们嗨一点的 其实并不是你采用了积极情绪 或者是消极情绪 而是情绪的强度 其实情绪强度 如果从强和弱来分 我们从学术上呢 叫做高唤醒情绪和低唤醒情绪 什么是高唤醒情绪呢 惊喜 敬畏 就是属于高唤醒情绪 比如说失落 悲伤 满足 都是处于情绪能量不太高的 不太密集 叫低唤醒情绪 往往触发人们嗨一点的 是情绪强烈的高唤醒情绪 让我们现在来幻想一个场景 眼前是一个尼亚加拉大瀑布 有气势磅礴的背景音乐 镜头慢慢慢慢摇 突然天边出现了一道 巨大的七色的彩虹 总之是一道彩虹 好惊喜啊 好惊讶啊 这是一种类型的视频 另外一种类型的视频 让我们换一个心情 现在呢 进入秋天了 看到落眼你就很伤感嘛 这时候有一条视频 背景音乐呢 是一个女孩子 温柔的声音说 秋天到了 天气凉了 你那里冷吗 根据情绪的强弱来判断 哪一种视频更容易在小视频 这种场景让东爆呢 绝对是第一条 一定要运用情绪来感染别人 那小荣就是做到了这一点 因为她每次都猜到了你的想法 所以我们说啊 惊喜感 是小视频当中出现最多 用户触达最广 传播效果最好的 让我们来想想 诶 小视频 比如说抖音吧 我认为 这一款软件 与生俱来就设计的时候 就带着什么惊喜感 我们要看电影 那是什么 那是非常明显的锤类 那它每个视频都有标签 进入视频的入口的时候 你是带着心理预期的 所以视频带给你的惊喜感 不是那么容易触达 但是小视频是什么 叫做遭遇事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条视频 究竟是恐怖片 还是一个美女 还是两个萌娃 所以惊喜感是人 与生俱来的最底层的生理情绪 如果要完成一条爆款视频 那么我们会问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内容 能带来强烈的情绪感受 这很容易 我们分了几类 第一类呢 我们叫做 陌生概念出现在熟悉情境里 不知道这是什么视频 那我们举例吧 第一个例子 这条视频的播放效果呢 大概是超过了一个亿 它的互动量 三四百万 所以它就是一条爆款视频 它的内容是 告诉你一个牙膏的成分里面 代表着它有什么样的功效 让我们想想 牙膏是不是熟悉情境 因为每个人都要洗脸刷牙 多少人会去研究牙膏成分表 这是个美女 这是在干什么 拍照的时候 她告诉你 哪些姿势不能摆 有坑 排除你又胖又丑又矮 拍照是大家所熟悉的场景 但是如何拍照的时候 一秒变成大长腿 你知道吗 或许没有很多人知道 那么它就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这也是一条爆款视频 这就是第一个方法论 第二个方法 就是熟悉的概念 以难以预期的形式 出现在熟悉的场景里面 再来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这是湖南台的一位新闻主播 也是我们在与老师 一同打造小视频生态的内容 钟山老师是语言类的栏目 他在这条视频里面 讲了在两个孩子的家庭当中 比如说有哥哥 有妹妹 如果出现了矛盾 应该怎么办 他的建议是什么呢 父母不要老是让老大 去让着老二 这种概念 其实打破了我们传统的 一种观念 就是说老大 因为你大一些你懂事 所以你要让着小的 钟山老师的这种概念 就叫用难以预期的形式 出现在熟悉的语言类节目当中 他提出了心知 钟山老师在五月份发布他的视频 到现在全网已经超过了八百万粉丝 他提供的是心知类的观点 有新闻评述类的视频 那他这条视频的传播量呢 也超过了数亿次 另外有一条泛娱乐类的视频 情侣经常会吵架 熟悉的概念是什么 女朋友嘛 对不对 总是刁蛮任性一点 有点公主病 很多男生呢 在跟女生吵架的时候 总是跟他在讲道理 哎呦 错了 千万不要在吵架的时候 跟女朋友讲道理 无论你赢了 输了 女朋友都会觉得 你不就是不爱我吗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女性男性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男生呢 完全是懵的状态 当他吵不过这个女生 变理由变不了的时候 男生的心情是什么 郁闷 接着呢 愤怒 愤怒是什么 愤怒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情绪强弱的强烈情绪 也叫做高唤醒情绪 当愤怒的时候 他就要宣泄 他宣泄的方式又不一样了 可能呢 有些男生啊 掉头就走了 有些男生呢 继续在吵 这都是属于可以预计的 他二话不说 拿着一个这么大的充气大锤 直接垂向这个女友 而且条条视频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各位男生朋友们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解不解恨 我们可以用稍微夸张的手法来表现 比如说女生越是刁蛮 越是任性 男友就越什么 越气愤 情绪就越强 对不对 好 那么打的力度越大的话 你就更加惊喜了 所以这条视频的播放量呢 也是超过了数亿 这就是成功的爆款案例 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啊 比如说中山老师讲的是 二胎 两个宝宝 张大锤 他们两个人呢 讲的是男女朋友 他们讲的都是跟人 有关系的 而且表达的是人的情绪 如果我们在表达情绪的时候 为长期情绪受到压抑的人群 想想他们两种 来发声 那么更容易受到这样一个群体的共鸣 最后第三个方法论就是 当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呢 一定要以人为核心 讲人的故事 人的情感 和人的命运 我们来判断一条爆款视频的四个标准 就是你能不能够用神经地质 来触发人的生理反应 来举一个案例 也是刷爆全网的一个营销事件 这个是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 成都的一条街坊 街坊的内容就是说 你觉得一个男人 要多少钱才能养活你啊 这个女孩很简单地说 不要多少钱啊 能耐务吃饭就行了啊 好 但是我们再来看看这女孩 一头长发 然后呢 脸上是轻描淡写淡淡的妆容 她对生活简单地理解 多么的质朴 多么的天真可爱 多么的正能量 这就是满足了一切男性 对于初恋的幻想 所以大家都觉得 为什么这条视频会爆呢 这么原始的情感触动 她为什么不爆呢 我们刚才说了 四个标准 四个神经地质 她都满足了 所以她爆了 哇你知道 有多少人 在继续创作小甜甜的其他事情 她的衍生视频的播放量呢 超过了100亿次量级 超过了新闻联播 达到了春晚效果 因为这些 我们都幻想 期待 渴望 做出爆款视频来 我也分享一个数据 现在呢 大家都觉得 这个小视频很神奇 十几秒 她说我刷了一个小时 我怎么这么迷恋呢 对吧 很奇怪 去年呢 中国产出的电影是 944部 产出的连续剧呢 是330部 而在另外一个平台 叫快手的平台 它去年的小视频的时长加在一起 超过了中国影视剧产量的 2850倍 视频的消费行为 发生了巨大的转移 那么这种用户的迁移 可能是不可逆的 那么因为这种巨大的改变呢 也给我们传统的 做这个电影 电视剧的人呢 巨大的考验 原来怎么评价一条好视频 标准就是票房 播放量 现在到了互联网世界 到了移动手机端 评价好视频 标准那可多了 比如说 点赞了吗 评论了吗 转发了吗 现在呢 衡量视频的标准 好视频的标准 越来越苛刻 越来越多了 对于传统从业者 虽然是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但是今天 你只要掌握了 在视频社交领域的 新玩法 爆款视频的方法论 我相信 这对于新入局者 是一个崭新的机会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 抓住这个机会 谢谢大家